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不忘初心才能走得更远 漂亮 优雅 家境好 只是别人给她的关键词 她说真正的优越感 是来自内心的涵养和才华 一遍一遍地练习 不知疲倦地重复 专注 坚持 认真去做一件事 演奏好人生的每一个音符 才是最美的旋律 演奏好人生的词 我有一个超正的闺蜜 她呢 是个综艺女王 却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嗯 我喜欢她的性格 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 很真实 不虚伪 和她在一起 我们就会很快乐 我有一个超正的闺蜜 她是我见过最会生活的女人 为了保持身材 她可以在拳击房里练一整天 对自己特别狠 她上和我说 做女人和当演员一样 都是一场马拉松 就是要以放松的姿态 时刻保持紧绷 缩线了 就会打折 要做就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女人 我还有一个超正的闺蜜 她是时尚先锋 很多人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红 但我知道 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坚持 从不模仿是她的时尚态度 所以这个身材小小的女生 一样可以成为炙手可热的时尚博主 她总是把自己的时尚灵感 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我的超正闺蜜让我懂得 无论是外表的美貌 还是内心的美丽 只有真实才是真美 脱掉伪装真的才美 美美APP 她就是我的超正闺蜜 脱掉伪装真的才美 我的美美APP等着你哦 脱掉伪装真的才美 我在美美APP等你哦